正式心理健康 正式心理健康 营造美好生活 营造美好生活 正式心理健康 营造美好生活 是源自于正向心理学的概念 其实近这几年来 心理健康的课题 已经开始受到大家的关注 然而每当大家提起心理健康时 依然给人家有一种压力 心理疾病 负面的感觉 其实每一个人 无论在怎么样的生活状态 我们都可以善用心理学 一起学习 如何变得更积极 更快乐 更美好 因为我其实本来就很关心 心理健康的问题 我也觉得 关心自己的心理健康之后 对我自己帮助很大 然后刚好 就是被邀请参与这个活动 我也觉得很好 那一群人一起做的话 再推广出去 我觉得那个力量会更大 而且会影响到更多的人 然后我觉得 每一个人关心自己心理健康 真的不管对你的生活 哪一方面 帮助都很大 在这几年 我也发现身边 也越来越多朋友 有这一方面的 心理健康的挑战 但是都不太敢说出来 或者分享 就是因为 很畏惧其他人的眼光 所以希望让更多人一起来 重视心理健康 也就是因为MCU这两年当中 我们都知道 我们周边有很多朋友啊 或者是一些不认识的人 都面对生活上的那种的 无形的压力 然后正好 MICO跟我谈起这个事情的时候 我是觉得是正好是时候 需要让更多的群众知道 其实是有一些管道 能够抒发压力的 然后能够疏解自己 所以就MCU是很 很怎么说 就是很开心的 来能够参与这个活动 这一次参加这个活动呢 主要是希望能够透过这个活动 让社会更加关注 心理健康的这个课题 那同时呢 也是希望能够透过这个活动 能够给予一些 面临心理健康问题的一些人 给予他们一些鼓励跟关怀 我想要参加这次的活动 其实是因为我身边 有一些患有心理疾病的朋友 那身为他们的陪伴者 我希望可以透过参加这一次的活动 提高社会对心理健康这一块的重视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 我们并不需要和其他人做比较 所以我们希望透过这一个项目 把照顾心理健康 是一件令人值得自豪的概念散播出去 先是从自身做起 慢慢的影响到身边的朋友 家人与社会 听歌啊 或者弹吉他 或者是唱歌 因为我觉得透过音乐的这个方式 它可以把我内心的一些 一些郁闷或者不愉快呢 完全疏解出来 甚至我可能也会写写歌 把我内心的一些想法 或者是不愉快呢 寄托在歌词上 生活压力的时候呢 我先会放下手头上的工作 然后去看看我的狗狗 把它抱在怀里 我觉得狗狗是人最忠心的伴 无论自己开心难过都好 它都不会嫌弃我 我处理压力的方法 就是会先暂时把手头上的工作放下来 然后拿起我的手机 打开相机 然后拍身边锁 我看到的一些东西 像是我有个习惯就是会看天空 因为我会看那些云朵 会带给我什么样的惊喜 有时候是动物啊 人类啊 或者是交通工具也有 所以它可以带给你更多 不一样的可能性 不一样的启发 我有三个秘密武器 运动 打坐 还有找朋友聊聊天 这样呢 我就能把我的压力释放出去 压力的时候呢 我真的就是会写日记 因为写日记就是一个自己跟自己沟通的过程嘛 我觉得很多时候压力的时候 你要通过跟自己的对话 你才可以知道你到底在为了什么而压力 什么事情让你不开心 那找到那个根本之后我才能去解决 所以如果你有很多压力解不开 你可以试试看 写一写日记 写一写文字跟自己对话一下 我相信是蛮有帮助的 我压力的时候我会唱歌 我会写书法 然后最近呢我就买了一个空灵鼓 那我也会去玩一玩音乐 然后让自己的心灵得到一些比较静下来的一种感觉了 12月5日 12月5日 我有我生活 我有我生活 正式上线 正式上線 正式上線